BA現在幾乎都是養殖 野生的幾乎已經看不見了 那BA大家都可以認得出來 身上沒有鈴片 然後是 它的外面就是皮膚 是軟的 其他四種是都有 身上都有鈴片的 這五種裡面有三種都是寶玉類 第一個是這個 金龜數量最少 在台灣一直有的紀錄 一個地方都是看得到 一兩隻所以在台灣 應該不是原生的種類 它是就是有人放生 到各個地方去 偶爾就抓到 可是在金人 這個金龜是原生的種類 那它的數量很少 可是它也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它會跟其他的一些 烏龜雜交生出來 一些那個 就是雜交種 那就是 就會讓它基因汙染 所以在金門他們現在也是在 很積極的在保護這個金龜 然後盡量的把其他的種類的烏龜 都移走 那柴冠龜跟食蛇龜 這兩種 就都不是很典型的烏龜 剛才這三種大概都是在水裡面生活 你再看到在池塘裡面曬太陽 大概都是這三種 可是這兩種大概 它的生活史裡面都有一部分 至少有一部分時間會在路地上 柴冠龜 它 天氣暖的時候 會在溪流池塘裡面 可是到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往溪流的那個 源頭跑 然後到森林底下 找地方休息休眠 到第二年再出來 那食蛇龜是完全不在水裡面 它會喝水 它也會去泡泡水 但是它不會去到水裡面游泡 所以這五種裡面就有三種是保育類 除了憋以外 其他四種我們大概都可以從它的 背甲、腹甲的這個形狀、顏色 大概都可以認得出來 今天我們的主角會是食蛇龜 這是其他三種 那那個 斑龜的話 它的黑斑都是在每一個鳞片的中間 所以你看起來就這樣 是一個一個黑 黑色的圓圈 那斑金龜也是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看起來跟它一樣 但是你看到石蛇龜 石蛇龜的 腹甲的周圍 這個邊上是一圈黃色的 那那個 在金龜你就看不到 所以這樣子 其實都可以分得出來 而且 然後再看它的頭的話 它的頭的花紋也是不太一樣 看看 最後把它放大了 好 金龜的 這個臉上的花紋 是像個 像個蟲一樣 柴冠龜沒有花紋 那斑龜的花紋都是細線 那石蛇龜是有兩個黃的臉頰 所以有好幾個特徵 我們都可以分辨這四個種類 那另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從它的殼的 形狀來看 這個金龜跟斑龜 都平常在水裡面游 所以它的殼都比較扁 這也比較流線型 在水裡面游會比較快 那 柴冠龜也算是 還算是平 但是比較高了一點 那 石蛇龜就是看起來是 很高聳的背甲 塗起來 可以看到側面的圖 側面的照片 你就可以更清楚了 這是我們台灣的五種淡水的烏龜 那石蛇龜 所以我想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都怕 什麼都不怕 然後把石蛇龜的名字 放進去以後 就變成這樣 大家會怕蛇 會怕蚯蚓 會怕髒 可是好像沒有人怕烏龜 對不對 事實上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不怕烏龜 但是你看到烏龜 它是什麼都怕 風吹一下 它的頭就縮起來 你走路走過去一下 它四隻腳就縮起來 所以就是 什麼都不怕石蛇龜 可是石蛇龜 什麼都怕 所以這大概就是烏龜能夠活很久的原因 剛才有問到說 這個石蛇龜到底能活多久 是不是那個 你看到那個 巷龜可以長到那麼大 是活了幾百歲 那石蛇龜 其實石蛇龜 大概也可以活五十年以上 我自己養了一隻 就 現在 我自己就已經養了它三十年了 那 我拿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成蹄 所以 也已經五十歲以上 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英國的太太 要賣一隻鹿龜 這隻鹿龜是他的爸爸 那個老太太已經九十歲了 他要賣那隻鹿龜 他說這個鹿龜是他爸爸在1917年的時候 英國去打土耳其的時候 家裡潑底戰役 在那個戰場上撿回來的 然後 那隻鹿龜 除了現在有點白內障以外 看到母的還是一樣很興奮 所以說 希望能夠把 可是他說他已經沒辦法照顧了 所以希望能夠賣 看誰有緣 可以把它收容下來 可是那個歐洲的鹿龜 你還是可以放在手掌上而已 可是他已經一百多歲了 所以烏龜並不一定是說 他就是體型一直長很大就是很老 這個石色龜也是一樣 石色龜我們看到最大的 大概 這個背甲的長度也才二十幾 二十二公分二十三公分 可是應該是六十年都沒有問題 所以烏龜只要是沒有人能夠傷害得到他 他大概就可以一直活很久 這個從正面看就可以看到這個殼是很高的 這個石色龜在我們叫石色龜 而且這個是從本草就已經有記在石色龜的名字了 那在其他的地方有叫做黃原壁殼龜 黃原是指他的負面有黃色的邊緣 壁殼是因為他的殼跟我們剛剛看到其他那些烏龜都不一樣 其他的動物縮起來以後 你還是可以摸到他的頭 你還是可以戳戳他的腳 可是石色龜 他一閉起來 這下面的殼就可以 有一個關節就可以 彎曲 就把他的殼整個蓋起來 在野外我們時常看到一些 而且是那種很害羞的 你拿個那個鎳子 拿個什麼東西板子進去刮 都沒有辦法把那個殼拉開來 然後他可以這樣閉在那裡 閉三十分鐘 一個鐘頭他還是不動 趁你沒有看到的時候 他會放鬆一下 可是你一接近 他會把它閉起來 所以閉得緊緊的 就沒有東西可以把它扳開來 所以這叫黃原壁殼龜 那壁殼龜有大概十二種 大部分種類都在中國 然後到了越南 還有中南半島 還有大概三四種 可是所有的這個 壁殼龜 現在都是瀕臨絕種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國大概他們的這個 消耗量太大 所有的烏龜大概都被吃光了 所以現在他們去吃東南亞的 吃完東南亞就來吃其他地方的 在北美洲也有另外一類的烏龜 也會臂殼 你看這個 他這邊有一個關節 所以這裡是可以動的 所以他臂起來也是跟石蛇龜一樣 手跟腳跟尾巴你都摸不到 那這個香龜他們叫做香龜 那石蛇龜他們也是叫做亞洲的香龜 看這個香龜在北美洲真正有的 那個敵人或者掠食者是什麼 大概只有每週三四可以吃到他 有看到那個烏龜的化石 上面有兩顆洞 那兩顆洞就是那個三四的眼 兩顆犬齒這樣插進去 可是只要這個殼夠硬了 大概其他任何動物都沒有辦法自己抓到他 對他大概都沒有什麼損害 即使像這個石蛇龜 他會從山上滾下來 他也都沒事 好 可是我們從小看卡通影片 都是看到這個很奇怪的東西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觀念 所以這個烏龜殼是可以避的 可以躲避敵人 那卡通影片都會告訴你 他可以像這個 寄居蟹一樣把殼 從裡面出來再走 再換到另外一個殼裡面 其實是不可以的 烏龜殼是什麼 烏龜殼就是他的脊椎骨 是他的肋骨 他們的骨頭是長在外面 肌肉是在這個殼裡面 這是非常奇怪的 脊椎動物 所以我們以前在講 動物有的有內骨骼 有的也有外骨骼 我們是內骨骼 對不對 是在肌肉裡面 肌肉在外面 骨骼在裡面 外骨骼的像是截肢動物 像是螃蟹 像是昆蟲 這叫做外骨骼的動物 可是烏龜看起來 也像是外骨骼的動物 他的脊椎骨在最外面 肋骨在最外面 只是在這個骨頭外面 再包上一層 銀片而已 好 食性 叫食蛇龜 所以大家都認為他會吃蛇 他其實是在野外的話 動物的食物 植物的食物都會吃 尤其是有點腐爛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死掉的屍體 或者是很熟的果子 那個都是很吸引他的 所以也許是他看到 他正在吃一隻死掉的蛇 的時候被人家看到 所以大家就會有這個錯覺 或者是認為他的那個殼 因為是可以斃的 所以蛇要進來找他 他就可以把蛇夾死 其實也沒有任何一種蛇 可以吃食烏龜 對不對 好 所以他是不會吃蛇的 那食蛇龜是雜食的 大部分的烏龜也都是雜食的 純粹吃植物的烏龜 是那個烏龜 全世界烏龜才三百多種 所有烏龜大概都有一些類似的特性 第一個是 都要一定要有陽光 很多人養烏龜 把他放在室內 擺日 然後 溫度大概都是不到30度 那這樣子的烏龜其實長不好 然後又沒有曬太陽 他也長不好 我們的身體 骨骼大概佔 我們體重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 可是一隻烏龜 他的體重 那個骨骼佔他的體重百分之四十 或者是以上 所以這樣子 他要的骨頭 需要的這些 曬太陽 可以讓骨頭長得好 這個所有脊椎動物都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有太陽 才行 那我們在講烏龜說 他是 冷血動物 其實他不冷血 他是在冷的地方冷 溫度低的地方他冷 溫度高的地方他就熱 所以他是靠外面的熱源 來提高他身體的溫度 那如果沒有東西吃怎麼辦 他就 到個地方休息 代謝率 溫度低 他的代謝率就低 代謝率低 他就可以吃的少 那吃的少 他就可以度過這個 這個不好的環境 還有一點 第三個是 溫度可以幫助烏龜消化 我們看到這個烏龜在池塘裡面 曬 池塘邊上曬太陽 有時候很多隻疊在一起 對不對 為什麼要曬太陽 讓身體的溫度變高 變高以後 他才能 鑽到水裡面去找東西吃 他才能夠游的可能比他的食物快一點 可是慢慢的 在水裡面 溫度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他就跑得 游的越來越慢 這時候他就要爬上來曬太陽 所以他是靠著曬太陽 可以讓他的行動變快 可以讓他反應變快 也可以讓他消化變快 我們也看到有人養鹿龜 鹿龜他都是吃植物的 然後你給他吃植物 可是又都給他放在室內的環境 結果他可能吃了你的玉米 吃了你的三色豆 然後過了三個月 過了一個月 他那個三色豆 在肚子裡還是圓圓的一顆 因為鹿龜在他真正生活的環境 大概每天需要能夠曬到幾個鐘頭 三十五度以上 三十八度的太陽 或者溫度 溫度要提高到那麼高 這樣子才能促進他的酵素活動 把食物消化 所以這個溫度是高溫對烏龜吃東西消化都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海龜也是 海龜在海裡面 你只看到他會是在亞熱帶熱帶的海裡 他沒有辦法到寒帶的海裡面去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也需要浮到水面上來曬太陽 來增加溫度 然後海龜身上也有一層脂肪層 可以讓他保 讓溫度不會散得太快 然後潛到水裡面吃東西 所以溫度高溫對烏龜都很重要 好 下一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 走路教育呼吸是什麼意思 我們呼吸是胸肋骨在這起伏 有肌肉蓋動的肋骨 肋骨起伏 讓胸腔擴大 胸腔擴大 就讓空氣自動的吸到肺裡面去 然後胸腔收縮就把空氣擠出來 殼是他的肋骨 所以他的肋骨有沒有在動 沒有在動,沒辦法動 所以他怎麼呼吸 他的肺是在殼的最上面 殼的頂上裡面 然後他的肺連著他的肝 他的肝連著他的腸子 他的腸子在連著肌肉,身體的肌肉 那這些肌肉是哪裡? 就連在他的手跟腳上 所以他手伸出去,腳拉出來的時候 就拉動他的腸子 腸子在拉動他的肝 肝再拉動他的肺 把他這樣一起拉 然後肺就擴大 就可以呼吸 所以我們看到烏龜,你去碰他的時候 他一縮,手跟腳都縮起來 他就會呼一口大氣 因為他就把額外的東西 進到他這個殼裡面 就把空氣一定要擠出來 那他這樣子有沒有在呼吸 還是可以,可是只有很少量的 他可以靠動他的下巴 讓少量的空氣這樣子交換 可是他真的需要很大量的空氣的時候 他在游泳的時候 他在游泳的時候就是可以讓他換氣 他在走路的時候就可以讓他換氣 下一個是烏龜都會用一些方法來度過 就是要 惡劣的環境 這個惡劣環境可以是乾旱的時候 可以是寒冷的時候 那他們度過的方法就是 找到一個更冷的地方去 躲起來睡覺 如果是在沙漠,他就鑽到土裡面 那個溫度就是很 維持很定,不會變的 那冬天他也找個 溫度幾乎不會改變的環境去睡 利用這樣子的方法度過這個冬天 那最厲害的我覺得是 歐洲的,美洲的一些 溫帶的一些烏龜 池塘裡面的烏龜 他們可以潛到水裡面的泥土裡面 那個水上面可能結冰結了半公尺一公尺 可是他潛在泥巴裡面是不會結冰的 那個水就是四度四度 他可以在裡面住六個月 不用呼吸,不用心跳 然後第二年再走出來 這是非常厲害 下一個是 下一個烏龜共有的特徵是 他沒有牙齒 大家說那個被憋咬了不會放 那其實 你只要放到水裡面去 他就趕快會游走 他就不會想要咬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他沒有牙齒 他吃東西都是靠他 嘴巴裡面的上下邊緣 會的上下邊緣是很硬的 然後可以把東西壓碎 或者是壓斷 切斷 像他的那個嘴巴的邊緣 都很鋒利 用力咬下去就可以把食物壓斷 那更好的情況下是 烏龜要搶食物 互相搶食物的時候 大家把他的食物撕裂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吃到東西 如果他拿到一隻很大的動物 死掉的動物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把他撕碎 他的手腳也沒辦法用 所以有很多一起來搶的時候 反而是大家都吃得到東西 最後一個是 所有的烏龜都生蛋 這個殼限制了他的 限制了他的這個大小 所以他沒有辦法像哺乳類 因為懷孕那個 胎兒越長越大 到最後就出不來了 所以他一定都 他跟鳥類都是一樣 是只會生蛋 沒有胎生的種類 所以不管是 可以大到三百公斤的鹿龜 或者是小到 這個成體只有兩百公克的 淡水龜 大概都有這些相似的特質 先拿其他我們知道的一些動物來比較 一隻雞一天生一顆 一年就生了三四百顆 一隻鴨一年也可以生個兩百顆蛋 我們平常看到最常見到的巴西龜 這是從北美洲來的 不是巴西來的 他一年可以生好幾次蛋 然後加起來也可以有三四十顆 如果你看到海龜的話 是可以生更多 海龜一次就可能可以生到一百顆蛋 然後一隻母龜 一年可以上來生三四次 那就三四百顆蛋 可是他今年生過以後 母龜很多又會是 今年生過蛋以後 他可能明年不省 後年才會省 等他營養夠了 才有辦法生下一窩 可是不是每年營養都夠 那食蛇龜呢 食蛇龜一次 一次產一顆到三顆 四顆 一年產一次到兩次 所以加起來不到十顆 一隻成年的母龜 一年產不到十顆蛋 那烏龜的蛋有多大 他的形狀大概是這樣長形的 像橄欖球一樣 那大小 他的體積呢 大概是跟乒乓球一樣 所以算起來 他算是蛋比較大的 食蛇龜一般烏龜要活多久 才會生殖 從蛋孵出來以後 以食蛇龜來講 大概要到八歲十歲 才會開始生 可是他沒有更年期 所以他只要是活著 食蛇龜只要是活著 他就可以一直生 雖然不是每年生 但是他可以一直生 在台灣 生蛋的時間 大概是五月到九月 這個春天到夏天的時候 孵化的時間 要兩個半月到三個月 將近四個月 如果溫度高的話 他就會發育得快 然後比較快就孵出來 如果溫度低的話 孵蛋時間就會比較長 那更有趣的一點 大概有 我們至少知道 有一半的烏龜都是如此 他的生男生女 是靠溫度決定的 不是靠像我們一樣 有性染色體 XY是公的 兩個X是母的 所以同樣生出來的蛋 你如果把它放在 30度C的孵化箱裡面 出來全部都是母的 如果放在26度 25度出來 全部都是公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在講烏龜也變成很重要的 需要被保護的動物的理由之一 就是因為 他們的生蛋 大部分都是 性別都是靠溫度決定 所以萬一全球暖化 繼續下去的話 搞不好以後 就只剩一個性別的蛋出來了 所有的烏龜都只有單一性別 好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烏龜的特質 他的這個 他做什麼事都不會著急 今天沒吃到東西 沒關係 明天吃 今年沒生小孩 沒關係 明年生 今年長不大 沒關係 明年長 動物的策略 一種就是靠長壽 來度過這種 一天到晚在改變的環境 烏龜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 靠 沒東西吃的時候 他就可以靠代謝脈 然後就 癌過去 他有東西吃的時候 他就盡量吃 儲存他的養分 那烏龜看到什麼東西 風吹草動 就一朵 什麼事情就不顧了 所以 然後也因為他自己保護得很好 所以也沒有人能夠傷害到他 所以我想 這個烏龜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真的是 沒有人 他沒有人 惹任何人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 是到處都有 都有東西想要惹他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看 在台灣 石蛇龜住哪裡 我們剛才有講到 這個 石蛇龜這個種 黃原壁殼龜這個種類 在日本的西表島 在中國的 有幾個地方 像是在湖南 在這個 安徽 在河南 有幾個省份 有幾個山區 有一些族群 但是數量都已經非常少了 那另外 第三個地方就是台灣 那在台灣 他住的環境 大概都是在 海拔一千公尺以下的 森林裡面 他需要的是這些 原生 原始林 赤森林 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在陸地生活 不會在水裡面抓到石蛇龜 我們這兩年 也有做過一些 去了解石蛇龜 在全台灣的七地 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說 全島到處去看 所以我們做的方式是 有的地方是我們自己去抓的 這些點 有的地方是我們自己去抓的 有些是我們去當地訪問 訪問了以後 知道那邊有石蛇龜的 所以大概是散佈在全省各地 然後我們就用這些 各個地方的這些環境的特性 像是森林的覆蓋度啊 像是溫度啊 像是日照啊 像是雨量啊 然後去 推算 其他我們沒有 其他我們沒有去調查的地方 哪邊也有相同的環境 所以應該會是適合石蛇龜住 那做出來的也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黑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環繞著 我們的中央山脈 那在這個東部的 東部也會在海岸山脈上面也有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 大概是適合石蛇龜居住的環境 1860年的時候 這個到台灣 最早到台灣來採集的一個英國人 他在淡水就有看過石蛇龜了 可是這些平地的環境 現在因為也都沒有森林了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它變成 預測的石棲地之一 當然如果說你說是 1650年那個玉永和到台灣來 走來走去 走的時候 那個時候這個地方也全部都是森林 那應該也還是石蛇龜適合的環境 可是現在不再是 那中央山脈大概一千公尺以上的 也都不適合它居住 可是這不曉得是為什麼 因為石蛇龜它在下雪的環境 還是一樣可以生冷 活得很好 在中國的好幾個環境 好幾個地方 他們冬天是會下雪的 溫度也可以到更低 所以我也知道在紐約 他們有人在那邊養 他說他養的那個石蛇龜 全部都是放在他的院子裡 下雪他就讓他自己 在院子裡找地方躲 紐約一年還可以下個四個月的雪 所以石蛇龜在下雪的環境 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在更高的環境 海拔有 我們現在到這個任何的森林的環境 大概都不會看到石蛇龜了 就是這個樣子 梅花路在從這個荷蘭人災的時代 梅花路出口 一年最多可以到二十萬張皮 一直到鄭成功的時代為止 大概都可以一年十萬張以上 可是到了康熙時代 就一年剩不到五萬張 到了雍正的年代 鹿皮已經在台灣不再輸出了 因為已經快沒有了 所以鄭成功看到 到了台灣 看到這個一定是到處都是鹿 可是他也會想到不到一百年 一直都不剩 所以鹿這個烏龜 五十年前也可以是到一個地方 到處都可以踩到 現在幾乎可以覺得是一直都不剩 在我們看來 所以這個數量是少了非常的多 那這幾年尤其是這樣 我們看到 有很多原因讓他都不見了 有人是說台灣人並不怎麼吃烏龜 但是 即使是有在吃 可是這個大概都是機會性的 就是你在山上做什麼事 本來要抓什麼東西 結果看到他就拿來吃了 他也不會講 可是不會有大規模的在吃 吃憋的有 可是吃烏龜的幾乎是沒有 可是在台灣大概被殺的最厲害的是 因為開發 因為環境被破壞造成的 那另外有一個是做藥材 做藥材就不限食蛇龜了 所有的烏龜都是幾個重要的藥材的成分 一個是龜靈膏 雖然你們吃的大概都是活動 都不是真的龜靈膏 另外一個是龜陸外線膠 那龜陸外線膠 真正在好只能用龜板 只能用布面這一塊 背上不能用 所以一個龜板才不到一百克 那可是你就要殺掉一隻烏龜 可是你想想看龜陸外線膠是怎麼做的 一個是拿鹿角 鹿角是每年掉 掉了又長 掉了又長 所以那是可再生的資源 可是龜板是不可再生的資源 拿了龜板一隻就沒了 人家把這些動物野生的全部收來 然後我自己開始繁殖 以後野外沒有了 你要買只能跟我買 很多的動物可能都是因為這樣可以絕種 那對烏龜來講 你真的要抓其實是更容易 你只要花一些地毯室搜索 一個地方可以一下都被抓光 好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情形 那在台灣近幾年來我們看到 倒獵大概都是用在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寵物 要不然就是當藥材 可是這藥材主要是到國外 食用也是到國外 好寵物目前來講可能也是到國外 在國外在國內其實我們 真正你可以因為不能公開賣 所以這個數量你也看不見 好 所以我們看到近幾年的這個走私 從台灣抓了 然後從台灣的野外抓到這些烏龜 然後運出去這數量都很大 運出去就是拿東西把它包起來就送出去了 這是我們這幾年查契到的這些 要從台灣抓出去送到國外的個體 樹木 我們實驗室從2006年開始 那時候就是我們一個研究生開始 來做烏龜 然後我就看到報紙上 那天還記得是父親節前一天 看到報紙上說 金門查破一批文 我就打電話給我學生說 金門有一批 去問問看能不能把你拿回實驗室 就從那次開始 然後就 就一直下來 弄了很久很久很久 頭髮也沒了 鬍子也白了 學生 他也開始掉頭髮了 可是 前幾年 累積的數 不管是多是少 我們都看到 每年幾乎都有 可是最誇張的就是今年 2013年 八月底九月初兩次 每一次都 查獲到兩千五百支 其中實舍規都各有一千多支 那另外還有一千多支的是財官規 這財官規在往年 幾乎都沒有 都是只有實舍規 可是今年財官規也變得那麼多 就表示他們這些 要的人的這個型態也就改變了 可能這個東西他也需要 而且這個價錢從以前開始到現在 大概這個價錢多了三四倍 所以這些價錢那麼好 那今年就真的是非常多 全省各地我大概都聽到有人 知道有人在那裡收烏龜了 所以我們前幾年加起來 除了有一次是送到新竹動物園以外 其他的大概都是送到我們實驗室來 那當然我們實驗室不是說都養在實驗室 學生在做實驗室 烏龜都在底下走 這樣住 我們是有找地方是給烏龜住的 那後來地方不夠 我們也到其他地方 鄉間租了一塊廢的餘溫 然後是沒有 是已經是長樹的餘溫了 養食社會 可是不管怎樣都已經是很急了 那今年一下兩個禮拜來五千隻 其實就更是讓我們 真的是什麼地方都沒有了 每次我們去接到訊息 然後去看的時候 這個是在新竹的南寮漁港 那在貨車裡面 保利龍裡面的大概都是帶 憋蛋 憋蛋 那在一個箱子裡面 大概應該可以裝個一千顆蛋 所以可以看數量很多 憋蛋他們都是拿了直接吃的 然後另外就是 裝箱子用這個 麻袋裝起來的烏龜 那這些烏龜拿出來 我們就一隻一隻要清點 然後送到我們那裡 這是新竹查貨的 剛查貨的就是這個樣子 包著 新北市查貨的 這次數量很多 還包括了財官徽 他的箱子做的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2012年 這一次也是 我們這次把它叫高雄八百 因為兩種加起來八百隻 那來的時候 也都是拿這個袋子裝著 盡看 大家都是在裡面 想要真的要出來 這個是財官貴 那些前面我們看到大部分捕捉的 都是成熟的個體 都是比較大隻的 因為以前是論金賣的 那今年 然後到了 今年 兩次查貨到的 我們看到有剛出生的個體 很小的個體 數量還不少 都有 加起來都可以有一兩百隻的 每種 所以就表示他們現在是大小通吃了 什麼東西都抓了 好 那他們 這個 用來 用來這個 演示的方式有很多 以前有一次抓到的 他是分三層 最上面一層是斑龜 那是可以合法出口 然後底下釘得很死 你要把那個再拆開來以後 才看到底下兩層 都是死舌龜 這個是全部都是 魷魚 用魷魚的盒子裝的 然後 過了半個月 又來一次 這一次 這個船長說 他是要帶到對岸去放生的 這兩次 這兩次 我們 都拿我們的晶片掃描器 那個晶片掃描器 就是像 我們這個 貓狗 直入晶片一樣 我們就在這裡 掃這些烏龜 結果掃到四隻 我們 我們打過晶片的烏龜 那那四隻是什麼 是2008年 2009年 在其他 前面 之前 走私插器的 所以在我們那裡 養了三四年 打了晶片 長得好好的 然後 我們今年五月 放到野外去了 現在又被抓回來了 所以他又要在我們實驗室 不要要過幾年 我們是希望 能夠 現在以後 從現在再開始 我們以後 釋放到野外的速度 可以加快一點 當這些烏龜都在一起的時候 第一個是他們已經可能 好幾個月沒吃東西 沒喝東西 然後 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 大家 抓來抓去 被壓 其實是在金門 那金門他們一查氣到 就把他送 從浴船上 拿下來 就把他送到 水事所 送到水事所 他就把他丟池塘 丟了池塘 他們都不在水裡面 他都在後面 疊在一起 所以我們 我們的研究生 他們去了以後 我們就趕快在旁邊草地上 蓋一個 圍起來 然後 拿紙箱子 挖個洞 然後上面 有一個遮蔭 所以烏龜 進來這裡 就趕快都躲 全部都躲到紙箱子裡面 去休息去了 所以他只要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跑到陰暗的地方 看不到人的地方 就躲著 所以這是 可是慢慢 不但是一般的人 對石蛇龜 不了解 就連我們 想要去救治他 我們對石蛇龜的救傷 或者說一般來講 烏龜的救傷 都不是那麼熟悉 而且更大的問題就是 平常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特有種生物的 那個 野生動物救傷中心 或者是 動物園的救傷 你一次來的是 一隻兩隻 你去照顧 我們這樣子 一次三百隻裡面 就可能有 一百隻要同時要照顧的時候 所以人也沒有 那個 其實那個 任何的資源都非常的少 所以然後又 大家又不太懂 所以最限的時候 死亡率其實都很高 好 那這就是我們 也是在2008年內 2006年 從金門 在金門 在剛才那個場地 待了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把它 終於運回 中興大學來 好 那次在金門那裡 我們的研究生也 我們還一直 運一些 那個藥品到那邊 因為在那裡 就當場 有些就要急救 有些就要做一些 做一些 程序 讓它能夠 能夠活著 也搞了兩三個禮拜 然後才 才終於運回中興大學 還有他們的獸醫師 來幫忙照顧 我們中興大學 這個教學醫院 裡面也有一個 野生動物科 所以有好幾位老師 跟他們的研究生 跟還有幾位獸醫 都會 都比較了解 這種 伴侶動物以外的 這些動物的醫療 可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次來那麼多隻 烏龜其實很多的醫治 大概也都跟我們一樣 譬如說 太久沒吃東西 它的胃會全部縮起來 你根本 它吃的東西 就吞不下去 所以這時候 我們要給它 插個胃管 然後注射 流脂的食物進去 然後如果是 這個 像是一些感染 要打抗生素 我們也是一樣 這種療程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也就是繼續 這樣子做 平常打點滴 如果嚴重的話 打點滴 也是要打點滴 然後有時候 一次住院 就同時 一天要為這些營養 打營養針 或者是 給它吃東西 大概都要 花很多時間 做這些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 同時也會 佔用到很大的空間 那這個是給各位看看 我們 就是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 在治療食者規會 碰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第一次 2006年 查七到 一百九十幾隻 所以 那麼多數量 一回來 我們沒辦法 醫治那麼多 也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挑了 最嚴重的一些 五十隻 來醫治 然後 其他 一百四十一隻 看起來還好 我們就開始 為他喝水 就拿些東西 給他吃 結果過了幾個月以後 死亡率 有治療的死亡率 就很低 沒有治療的死亡率 到百分之六十 第二次 每到三個月 又一次 又查七到一次 三百多隻 那這次我們就 想試試看 把這些看起來 還好的 也來治療 所以我們挑了一半 治療 一半還是 就是 先是餵食物 也盡量能夠 讓他能夠過得好一點 但是 一樣 沒治療的死亡率 還是接近百分之五十 有治療的死亡率 也是 就低了很多 所以這些 你能夠馬上治療 然後馬上給他一些 比較好的環境的話 是可以讓他的存活率 可以增加的 那這些烏龜到底 那是不是說 烏龜可以放到 因為是野生動物 而且是台灣的野生動物 所以到底能不能放到野外 過去我們如果看到其他的 你車子撞到石虎 你把他帶回來救治 因為你知道他被撞的地點 你救治好 你就可以把他放到那個地方 可是這些烏龜是被蒐集起來 你根本不知道原來在哪裡 所以你就不知道該放到哪裡 那有些人就質疑說 怕說你把基隆的放到屏東去 屏東的放到台東去 可能會讓他的基因汙染這樣子 那種不太好 看是不是動部跟西部 已經有長的不一樣 所以這也讓我們 花了幾年的時間 先去了解這些事情 結果發現雖然有些變異 其實不是那麼大 而且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保護這個種類 而不是說管他是哪一個族群 因為即使真的要管族群的話 我們每一隻動物抽DNA 每一隻動物做檢驗 我們也沒有錢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是 以種類的保存大概是比較合理的 那最早我們有一些室內的空間 是養動物的 所以我們最先 說開始養動物的時候 我們動物都住得很好 我們把它隔間隔起來 裡面還有這個做一個流水 旁邊有大石都堆起來 所以這是他的別墅 可是後來那個 木龜一下來了那麼多 所以別墅不行了 我們開始蓋公寓 後來別墅也拆掉了 那個地方也起公寓了 所以後來的烏龜 全部都是住在這樣子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也有小小的一間的 室外的溫室是養烏龜 所以你現在外面看不到幾隻 可是這些木板底下 全部都躲到處都是 那這就是這一次 這兩次收容的 第一次來了 九月經典八月底來了 然後我們放在我們獸醫系的一些室外的空間裡 結果過兩個禮拜又來了 我們就說 食在養烏龜 沒地方放了 受醫系那邊都滿了 然後就找了另外一個小小的房子 在室內 可是食蛇龜或者是財官龜 這個是財官龜 這個烏龜的習性就是 他要找個地方 想要躲到角落去 你在森林裡有很多的角落 陰暗的地方可以讓他躲 可是在一個這樣子開闊的空間 你是沒有 所以他可以適合躲的地方很少 所以他就往那躲 那大家也都往那躲 然後就這樣子疊羅漢一樣 可是你就想想看 疊羅漢疊在那裡 大家都不動 那最下面那隻怎麼辦 或最下面那層怎麼辦 所以在這樣子的開放空間 完全沒有任何遮蔽的情況下 你就會都是看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幾個月 我們動員了 除了我們自己的研究生助理 然後最先我還有一兩個學生 我有給他臨時工資 大學部的學生請他們來照顧 後來來了幾千支 我們就說我們需要義工了 結果有十幾個學生都來幫忙做義工 每天做什麼事情 把這個龜山一個一個翻開來 讓他全部走 全部可以全心散開一下 第二天當然他又堆起來了 我們就再把他散開一下 這樣一支一支打開 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哪些又受傷了 又不太好了再拿去移植 所以這就變成我們這幾個月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茶器到了以後 我們一直碰到的就是這樣 最先開始要救傷隔離 然後有一些個體就要一直長期治療 我們長期治療最久的一支烏龜 不是食蛇龜 是有一次台北縣政府 茶器到一批保育類的寵物 在寵物店要賣的烏龜 那次來了大概一百多隻 其中有九十幾隻是蘇卡達、象龜 剛生出來的小烏龜 可是每一隻烏龜拿起來那個殼都是軟的 所以就是表示他從來沒曬過太陽 結果那九十幾隻只有一隻火 然後另外裡面其中有一隻烏龜 是淡水烏龜 那一隻打點滴 胃管又差了三年 最後還是死掉 可是那一隻就是 弄了三個月好像會吃東西的 把它拿出來 結果又不好 又再回去 再繼續接胃管 就這樣弄了三年 所以有些烏龜這樣子的救傷 你會花很多的時間 那你看到剛才這樣子很擠 所以我們到處也都是在找空間 要能夠動員人力 尤其是一次茶器到的時候 你一下 他茶器到過了半天 動物就送過來 或者我們就要去接 那這個動員的人力都是很大的 然後另外我們就開始 反正我們因為要預備也放 所以這些烏龜我們就慢慢的都 給他打晶片 打晶片也都是要錢要人力 慢慢的弄 這樣子的新聞有好幾次 那總算在我們去年 總算談好的 也真的不管是政府機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專家 也都同意說這些烏龜應該要把它放到野外去 也就不用管說是在哪裡抓到 要查出它是哪裡來的 因為我們其實做了一些分子的研究 結果發現台灣全部都混在一起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基因型 大部分都在墾丁 可是我們在基隆抓到的一兩隻也有那個基因型 然後台東的基因 有一些基因型似乎都在台東 可是我們又有幾隻又可以在台南那邊看到 野外看到 所以這些烏龜就已經被人家放生來放上去 所以其實都混在一起 全台灣的大概都這樣子 不只班歸當然更早就全部都混 那那個實捨龜是如此 財官歸我們也看到大概也都是這樣 所以只要有烏龜大家就放生 我們放生就是台北抓了到高雄放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南部送到北部放 北部放的比較多 所以到最後我們就終於可以要來做釋放 所以我們釋放其中一個地點在墾丁 墾丁至少來講它還是國家公園 然後這個保護的程度至少應該會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去年就準備了要放到墾丁 我們帶了兩百隻住在原來要給梅花路住的地方 所以其實墾丁現在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把他們的Logo改一下 就是龜路 龜路二線 那這些住了半年 我們今年五月把他們從這個讚揚的區域送到旁邊的森林裡面 所以這大概是我一直到最近我們從八年到現在 總算看到烏龜可以回到外面野外去了 可是我就想到這些我們的人 真的是有一些人就認為 這些動物我愛抓什麼就抓什麼 你誰都不應該管我 可是也有一些人是說 可是我們一直碰到的問題我覺得 就是保育在這個所有的經費使用上面 在台灣其實是很不被重視的一塊 那個錢是遠低於任何的建設、商業、經濟的這些費用 那可是原來我們認為自然資源應該是可以再生的資源 就是你樹長大了你再砍了 你只要再種它就還可以一直回復一直回復 可是現在這些變成 從梅花路也會絕種 大家踩紅豆山你看這個烏龜 這自然資源都變成不能回復的資源的時候 那其實要把它保護起來反而是更重要的 它的東西反而是可以再生的資源 所以很多人認為 好,這個是國家的東西 不用我管 那我說 或者是不關痛癢的人也很多 可是我覺得像我這樣子的人 或者我們實驗室有很多人 是說要不然就我管 你們不管 你們不要管要不然就我管 所以我要怎麼管 我希望能夠改變很多人的看法 一方面是改變這種人的看法 認為動物是國家的 它不應該管的人 現在應該要讓它覺得這個是你的 你也要管 那那些天天去盜獵的人 認為這個怎麼都是我自己的 你不用管我的人 我要告訴他們說這些東西是國家的 不是你的 是大家的 對我們來講 大概 也需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否則的話 好像我們教書就應該是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野生動物的走私 在國際上來講 其實不是小事 這個世界的違法的行為裡面 它排第四 以金額來講 它已經是排第四了 那你說 現在我們看到的石蛇輝 是不是都是送到大陸去 但是也有一些是送到歐洲的國家做寵物 所以說 他們有的報紙上是說 對石蛇輝的需求特別大 可是這可能不是針對這個種類 而是它什麼都要 可是它到底要這個要幹什麼 我們實在很難想得到 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 中國養這個必可規最多的是叫做 黃原必可規 不是黃原必可規 這叫做什麼 三線必可規 那個三線必可規 那個養殖的大戶 他說 當地人會帶了鈔票 去跟他買總規回去 想要自己繁殖 就自己養大了開始繁殖 那樣子一隻 小規他都可以賣一萬人民幣了 那他們也有在說 如果我到黃山去抓到一隻 野生的黃原必可規 十萬 可是一隻烏龜十萬 你要怎麼樣子才能夠 讓你開始可以變成經濟動物 可以賣錢 大家可以看到 你要花好多年才能繁殖 那大陸養龜 主要是為了吃 所以他們養龜是希望節省成本 盡快能夠賣出去 可是這種很快賣出去的 他們都生殖不好 沒辦法生殖 你看他們是怎麼養 他們在室內養殖 然後房子用房子 就用炕一樣 加熱 所以房子全年都是二十八度 然後一天會四次 所以一隻剛出生的烏龜 一年以後就可以上市了 就可以長到一斤多 可是這樣子那麼快長出來的 不可能可以生殖 所以他要生殖怎麼辦 他一定還是要討好野外去拿 所以這樣子的供需來講 烏龜其實是不可能變成一個 自給自足的養殖的動物 所以你看到外面講說賣烏龜的 弄蛇的這些 他都不可能是 都是在圈養環境下面 像養豬、養雞這樣子養 他們全部都要從野外抓來 就連台灣很大宗的那個 斑龜養殖 一個斑龜廠大概就可以 一年出口十萬顆斑龜小烏龜 所以他生十幾萬顆蛋 他的池子裡的烏龜就可以生十幾萬顆蛋 一隻烏龜生大概二十顆蛋的話 可以想像他有多少隻的烏龜 可是這些雌龜在生殖以後 因為他們烏龜交配啊 供的會咬住母的脖子 然後扒在殼上面 然後可能在那邊扭鬥很久 可能要一兩天 所以烏龜都會受傷 那這個雌龜受傷以後爬上去殘卵 餐卵完了營養都沒了 然後就很容易生病感染 然後他們的水池 我們的養殖池是不清的 不洗的 不換水的 養烏龜的人說 憋要時常換水 然後養烏龜 就永遠不要讓它換水 因為那個水 那個大便啊 那些 那個 積在殼上 可以讓那個烏龜的殼 變得很亮 很漂亮 所以你想想看 那麼髒的水 然後那個烏龜 生一次蛋就會死掉的話 那那裡還就騎到磁龜 所以他們都是到野外 再去抓了 就丟進去 丟進去 所以他們的那個 所以這些 這種養殖 這個爬蟲類 或者很多種的野生動物的養殖 不可能是 讓他們 講的天花亂醉說 好像都可以賺錢 好像都可以做得很好 其實我認為是 大概都不可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的一個地方的問題 大家都是一樣是沒有人手 大家一樣都是沒有經費 然後 可是 可是我們好像每次都覺得 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可是到後來 沒想到 馬上又來一次 又查氣到一次 馬上又查氣到一次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追 可是又沒錢 來做這些因應的措施 第三個我覺得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台灣的這個 這個法律 對於這個 犯野生動物法的這些人 的那個 懲罰都非常少 到現在我大概真的沒有看過 因為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被 關監牢的 雖然說 我們的野保法 推出來的時候 在當時說 全亞洲 最嚴厲的一個 有最嚴厲刑責的法律 但是 沒有人被關的話 那說實在 根本沒有任何阻惡的效用 第四個是 我們 這樣子 一隻烏龜是有死掉 所以其實我們 想想看 這些烏龜在剛剛收容來的時候 應該是它最需要 沒有 沒有干擾 然後能夠安靜 然後 可以避免它緊迫的這個時候 所以應該要有最大的空間 可是我們都反過來 我們是 剛來都沒有空間 一下來那麼多 所以大家都擠在一起 等到死了一些了 然後空間出來了 然後 我們 才把後面比較健康的 開始給它 比較大的空間 可是這好像就反過來了 說實在 烏龜是很好養 因為你不用每天 餵它吃東西 然後 真正跑來跑去 也不會跑很遠 可是我們在野外 等一下 我也會講到 在野外 我們實際看到的情況是 什麼 所以這些死亡率 一直是 還是有 烏龜是這種長獸的動物 所以 烏龜的這個族群 你要補充 你要維持這個族群的數量 很重要的是 要讓這些 爸爸媽媽 成熟的個體 都能留在這裡 繼續生小孩 因為 小烏龜 蛋 他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你不能說 所以說你去說 敷一百顆蛋 敷一千顆蛋 然後說放到野外 沒用 因為 小烏龜 剛生出來小烏龜 鳥啄起來就帶走了 很多東西都可以把它吃掉 可是過了兩歲 五歲 那些烏龜 就沒有天敵了 所以是補這些 大的個體 是比較重要的 可是我們現在 大的個體 都被 在野外都被抓光了 慢慢的 你沒有補充的個體 那這樣子的話 對這個保育 大概都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其實 保育的最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 我們的政府 用在預算 用在太奇怪的地方 可是 保育 可以用到的東西 實在是很少 所以不管是棲地 不管是各類的 動物植物 可以用到的 真的是 絕對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大概希望 我們自己 或者是說 大概 很多我們這些 做野生動物的人 都希望能夠做的一些事情 一個是 想想看 有一些生物 是應該要做一些繁殖 然後 把這個種類 種源保存下來 一些長期收容的地方 有一些空地 能夠把 讓動物可以 真正收容 然後讓它繁殖 其實是好事 另外一個是 怎麼樣子 可以真正有效管理 外面的保護區 或者是 國家公園 或者是任何的 這種公有的地方 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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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答到 這個 我們設立的第一個 食社會保護區 是在 翡翠水庫 對不對 可是翡翠水庫 我們當然不能 我們自己是沒有辦法從這邊 走到它的保護區裡 裡面去 可是你只要走的人 從屏林翻過來 都可以走得到 那在台灣 大概沒有一個地方 是說 沒有人 進不去的 什麼地方 大家都去得了 所以 到最後 怎麼樣子 可以真正的 做最有效的管理 你只要有一兩個 能夠好好的保護好人 那 對這種存活 大概都是有好處 其他的一些 像一些盜獵的基本原因 這些人 是 真的是收入太低了 還是 其他什麼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一些 推廣教育的事情 也是希望能夠 要走到他們 這些 倒裂最嚴重的 這些地方 小學 學校 去做 在國外 我一個朋友在做 一種烏龜的 那個 保育 那個烏龜 它是在潮間帶來回的 然後潮間帶那邊很多公路 那邊很多公路 然後 那個 那個烏龜 死亡的很大的一個原因 也是被車壓死 所以他們到學校去 做很多的這樣子的宣導 最後 然後都 就會是 小孩子告訴爸爸說 開賣點 烏龜 所以這個會比 那個 可能會比較有用 所以這也是我們 希望能夠繼續做的事 好所以 我們這些烏龜 到今年我們開始放了 那我這個大概也要講一講 跟 接下來有一部分 是我主要 那時候要講給一些宗教團體聽的 我覺得 宗教的放生 會被很多人覺得 不適合的原因 就是 它不分種類 然後 這個數量那麼龐大 然後 實際上 它到底 對這個 放生的生物 它做了多少的了解 有沒有去知道 它到底是活是死 這個 這個大概都是 這個大概都是 很多人質疑的地方 所以我想 我 養了八年 總算把它放到 墾丁 或者另外一個地方 雖然說 有幾隻 又被再抓回來 但是我想 長久下來 如果說 一直有人在看那個地方 一直有人在管的話 那個地方可以變成 可以讓這些 曾經被抓的烏龜 能夠活得很好 所以我在 我 提的是 我們要做 我做的希望是 能夠是像這樣 負責任的也很放 所以我在放以前 你看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去評估 然後還要去評估 然後還要去想說 這個烏龜到了這裡 能不能活下來 這個烏龜到了這個地方 會不會對環境有影響 那我能怎麼樣子 在抓到烏龜的時候 知道它有沒有長大 知道它有沒有開始生小孩 知道它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有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這樣 雖然放了 我們 會 在某一些地方 現在我們放的第一個地方 我們 就定期要去看那些烏龜 過了一年兩年以後 有沒有長大 然後有沒有開始小烏龜出現 在這中間 我們做一些其他實驗室 或者野外也做一些其他研究 我們會把實驗室裡面 這些養的烏龜生的蛋 也都拿出來做一些生殖的研究 在野外我們再給它裝無線電 裝一些追蹤器 然後看它在野外的情況 這個是長的很奇怪的東西 這個是無線電追蹤器 追蹤器拿了素缸土黏在烏龜殼身上 然後它有一個天線 如果這個天線活動 夏天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天亮它就起床了 如果是夏天的話 它大概是在上下午的時候活動比較多 如果是秋天冬天的話 它大概是靠近中午的時候活動比較多 可是大概都是到天黑了 它就睡覺了 都幾乎不動 那它喜歡的溫度 最高的時候 大概可以晒到很熱 有記錄到三十七八度 所以它大概那時候是晒在太陽底下被晒的 那也有在白天 溫度 氣溫是很高的時候 可是它的溫度是只有二十八度 所以那時候它應該躲在樹底下 也沒有光照 靠著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生活的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靠著這個無線電追蹤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一年會在整個活動範圍有多大 所以烏龜從一個月到下一個月 活動範圍大概可能都不超過二十公尺 那它一整年的活動範圍 可能有兩三公頃到十幾公頃的都有 可是一般來講 它大概都在一個地方覺得很好的話 它都不動了 我們還試驗了一個事情 很多其他研究都說烏龜會回家 認得它的家 我們在海龜可以看到 海龜它可以知道要往哪邊遷移 因為海龜你可以看到它今天是在大西洋的西岸 然後過了半年以後 它跑到大西洋正中間的亞松生群島去聖誕 那麼遠幾千海裡的距離 它怎麼樣可以找到那個地方 而且很多它聖誕的地方就是它最先孵化的地方 從它孵化的地方到它回去聖誕 這中間可能經過了十幾二十年 它怎麼還記得呢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些烏龜應該會認入 那其他的研究也看到了說 像這些烏龜啊 如果說我把它從一個地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往回家的路走過去 我們也試了一個 我們有一隻烏龜在路的外面炸道 我們就把它帶回 帶到我們很裡面的實驗區 結果它大概兩公里 它大概走了半年 快走到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野放之前啊 現在有一些就是 在那個地方 像那個墾丁的 我們就在那邊放了半年 讓它習慣那邊的味道 習慣那個環境 所以希望是 有經過這樣子適應的 它不會亂跑 這我們還在嘗試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要釋放一隻動物 或者說我們這一次 一次放了兩百隻啊 第一個是 哪些動物可以放 就只有在台灣的 原來的野生動物 你因為救傷 你因為收容 你因為查氣 你知道是台灣來的 你當然就 就才能放在台灣 那釋放以前 我們要知道什麼 我們要知道 哪個季節放比較好 昨天開會那個 有一位獸醫在講說 如果要放 那個野生動物 救傷完了 要釋放 公的不能在生殖季節的時候 放出去 因為會跟別的打架 所以讓它的存活率可能降低 所以那烏龜呢 應該是在春天放好 還是冬天放好 如果是冬天放的話 我至少要 快要到冬天的時候放的話 我至少要說 它吃得飽飽的 吃得胖胖的 休眠的時候 沒東西吃沒關係 那更好的應該是 讓它吃得飽飽的 在春天讓它開始自己找東西 找地方活動 到一個地方放 我也要去看說 在野外 這個食蛇灰 實際上是供的多 還是供的多 比例是怎樣 那我去放的時候 也大概按照這樣子的比例 去放 那該放多少隻 譬如說這個森林有十公頃 那所以 一公頃 可以有幾 食蛇灰 大概可以有幾隻住在那 台灣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是比對國外的 國外的相規大概 最冷的地方 一公頃四五隻 到溫暖的地方 一公頃十幾二十隻 所以我們大概以這樣子的比例 說放到野外去 所以我們這樣也可以知道 在野外 如果說一公頃有二十隻的話 一公頃是三千坪 那一隻一百五十坪 我們實驗室 所有養烏龜的地方 加起來也不到一百五十坪 所以我們有多少隻 所以現在他們是住在 不太好的環境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在墾丁公園也放 把動物從剛才的孵域區裡面 載到森林裡面 然後就放出去 放出去以後我們今年五月放了 六月八月十月 都各去做了一次調查 當然剛剛講過 很可惜的就是 裡面有四隻 就是後來又被 被查棄到的個體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是 所以我們希望是 這些烏龜到最後能夠 回到野外 而且最希望的是 不要再被抓到 能夠在那裡開始生殖 所以我們以後可能 我們還會持續的做一些 各種的長吃 那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 這個食蛇龜 能夠 還有一些 這些森林 那這些森林 本來應該是 有很多食蛇龜的 我們也希望以後 大家都可以 這樣子看到食蛇龜 那 也因為這樣 我們就也有做一些 募款的事情 我們自己沒有錢 成立什麼基金會 所以我們是在 利用這個 動物園的保育 教育基金會 來 可是是食蛇龜的專款 做這個 我們的錢 大概都是用在做 研究 做研究的上面 還有在 舊商的上面 另外我們 也有一個 剛剛在講什麼 我們也有個臉書 阿石也想回家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個臉書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們有 意賣的東西 譬如說身上的這個 T-Shirt 那 會這張圖的作者 今天也坐在這裡 也非常感謝他 幫我們畫了那麼好的圖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也可以上我們 網頁來訂購 那我們 持續有在 今年做了很多場 二、三十場的 這個推廣教育的事情 也希望 這個我們大概 以後也會再持續